中南海出了什麼事? 學者網民都再問中南海出了什麼事? 英陸軍首長說做好三年來開戰準備 台劇零日攻擊發余告片 海米離台非受重創進入緊急狀態 大馬議員說中國入口蔬菜商本地農業 全球平均氣溫再連續兩天破紀錄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感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5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內容 外界繼續關注中共政壇種種不正常現象 南方執活等受到官方嚴格管控的中國媒體 最近連續發表敏感文章 也引起討論 南方週末日前發表重磅報道 披露中共警察濫用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制度 刑訊逼供 文章邏出實例曝光中共監獄黑幕 指警察侵犯人權黑商辦案 建議修正相關法律 文章問世後 海外有網友提問 前有新京步步運遊車 然後是南方週末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接著風凰網友出了一篇寫救災的 最近是宣傳口管控出了問題嗎 這種背景下 門戶網站網易 在21日發表一篇 介紹趙紫陽的文章 當然引起外界廣泛關注 趙紫陽作為中共前總書記 後半生一直被中共囚禁 名字一直是網絡敏感詞 因此 網易這篇報導被形容為衝突 文章發表不到10小時就被封殺 但已經引起各種有關習近平 是否出局失勢的猜測 隨傳媒介外 視頻人周曉暉在24日發問說 三中全會後 中共黨靜機關疫出現異常表現 周曉暉在文章中說 三中全會結束後 按關例中共各部為機關開會 傳達三中全會精神 實際就是每次重達會議之後 都會上演的後鐘表演 但今年一場表演不對勞 官方表態出現分歧 主要在於談到未來如何 同一思想和行動時 究竟是同一度習近平講話 同全會精神上 還是只是同一度全會精神上 同一到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上 周曉暉舉例說 中共政協常委會開會 黃烏寧一直高捧習近平 說政協要自覺同一到習近平一系列新思想 新觀點、新論斷上 同一到三中全會精神上 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 也有類似表態 其中中共北京市委書記 北京市委說 中共的成績最根本在於 有習近平掌陀領航 但中共公安部黨委會的相關報導 就整篇都沒有提到 習近平和習思想 中共全國人大會議的說法是 以習思想為主導 同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 周曉暉說 統一到全會精神及統一到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 強調的是集體領導 而統一到習近平說 精神和全會精神 得出的是習的領導地位 也就是說 中共高官對習近平的效忠程度出現了明顯差別 這背後是什麽原因呢 三中全會期間 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周曉暉又特別提到 最為詭異的是 王小雄主管的公安部 隻字不提集 而這並不是常態 而且偽根為止 中共中央軍委 沒有召開常務會議 中央軍委政治部 也沒有召開會議傳達三中全會精神 當然也有可能開了會 但沒有報導 這又是怎麽回事 張遊客、何維棟等官委委員 為何沒有出來表忠心呢 以上背後正好說明 黨內的確出了某種不為人知的問題 英國新任陸軍總參謀長 玉克23日表示 中俄、北韓、伊朗等動盪軸心 對西方的威脅與日俱增 英軍必須三年內準備好應戰 據BBC報導 玉克是英國智庫 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主辦的 六戰年度會議場邊 對媒體表達這種看法 玉克說 英國未來幾年面臨的主要威脅之一 是憤怒的俄羅斯 烏克蘭戰爭如何結束並不重要 戰後可能變弱的俄國仍然極為危險 會想對歷層烏克蘭的西方 進行某種形式的報復 玉克也警告 北京有意攻佔台灣 伊朗可能追求核武器 這些國家 自俄烏戰爭以來已經建立相互交易關係 在軍事、工業、情報活動等領域的合作 與日俱增 分享武器、零件和情報 中俄、伊潮構成的威脅 將在未來三年變得特別嚴重 不過玉克也強調 戰爭之路並非無可避免 只要英國重建可靠的地面部隊 仍然有足夠時間避免衝突 重點在於善用無人機、人工智能、 多彈頭精準打擊、導彈等軍事科技 玉克說他的目標是讓英軍能摧毀 三倍於自身規模的敵人 特種部隊出身的玉克 在6月接任陸軍首長 台劇《零日攻擊》在23日舉辦新片發佈會 並發佈17分鐘預告片 影片描述台海戰爭一觸即發狀態下 台灣社會狀況及不同人的抉擇 《零日攻擊》耗資2億3千萬台幣製作 是曹卿城第一次投資台劇 曹卿城特意出席發佈會 並強調統與獨之間沒有模糊地帶 綜合台灣媒體報導 17分鐘預告片一開始 先描述台灣將進入戰爭 中共以搜救為名封鎖台灣海域 台灣陷入混亂 外國人都緊急撤離 劇中的總統說 我們面對的不是在戰爭 和鬱獄之間作出選擇 而是要確保我們的生活方式 永遠不會被剝奪 日本演員高橋一生 香港藝人杜汶澤 台灣本土演員 連余涵等都出席23日的發佈會 杜汶澤說自己飾現一個中共派到台灣滲透的香港人 他說雖然做這個角色很尷尬 但其實難度很低 因為自己在香港看過很多這種人 曹興成是投資方之人 他在發佈會上說 中共民工台灣至少20年 現在有人認為 反對台獨 但主張保持現狀 這種無靈兩可的邏輯是錯的 曹興成條款 統和獨中間沒有模糊地帶 和已婚未婚一樣 沒有其他 既是已婚又是未婚 就是騙子 零日攻擊還獲台灣文化部 黑潮計劃支持 國防部也支持軍事方面的拍攝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陳利浦對自由亞洲表示 這類劇集可以讓年輕人一輩做好心理準備 他們這些在戒嚴時期出生的人 其實見過是金門 馬祖外海的武裝衝突 但開炮熱戰這種事 對現在30歲以下的人 是完全不真實的 他們必須透過電影 連續劇去感受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副研究員李正修認為 電視劇有政界的幕後支持 就有可能預設立場 呈現出來的東西 就可能是一面倒的 不見得能夠真正說服台灣人 強颱風海米向台灣進逼的同時 外圍環流與牽引的西南氣流 先重創台灣南邊的菲律賓 連落五天大雨 引發十幾處山崩、洪水 連首都馬尼拉地區都出現災情 菲律賓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24日幾乎全國都停班停火 海米中心在24日圍著台灣外海打轉 最後在25日凌晨左右 在宜蘭附近登陸台灣 帶來強降雨 其中高雄市雨量突破每小時100毫米 四個多小時後 颱風中心在25日早上4時20分左右 由桃園市附近出海 不過海米暴風圈仍然籠罩台灣 25日氣象部門發布全台豪雨警告 預計中南地區降雨會持續到26日 在海米登陸台灣之前 23日已先襲擊菲律賓 有些地區的強風達到時速190公里 風暴帶來的持續降雨 造成慘重災情 當地氣象專家24日向法新社表示 過去24小時內 菲律賓降雨量超過200毫米 全國多個地區水浸出現三崩 馬尼拉24日宣布進入緊急災難狀態 菲律賓內政部長亞巴洛斯透露 整座馬尼拉幾乎被洪水淹沒 超過70個國內和國際航班 也因為天氣狀況被取消 馬來西亞國會議員沈志勤24日表示 由中國入口大量蔬菜到馬來西亞市場 導致蔡農虧損 沈志勤呼籲政府關注這個問題 沈志勤在社會發問表示 蔡農處境令人擔憂 他表示最近金馬倫地區 多名蔡農反映說 因為入口蔬菜價格過低 他們虧損巨大 金馬倫是馬來西亞主要的水果蔬菜產地 沈志勤分析說 蔬菜價格下跌的原因 除了氣候 季節和市場因素外 中國和泰國蔬菜入口氾濫 特別值得關注 尤其是中國 沈志勤表示 最近聽說有中國人在大馬開公司 有中國入口蔬菜 這些人有大量資本 能控制入口產業鏈 逐漸掌握馬來西亞蔬菜市場 長此以往 大馬農民將持續虧損 最後退出市場 這將影響馬來西亞糧食安全 他呼籲政府尋求解決方案 全球平均氣溫不斷飆升 這星期再迎來熱浪 7月21日 22日連續兩次打破歷史紀錄 平均表面氣溫達到17.15攝氏度 據法新社報導 歐盟氣候監測機構 哥伯尼氣候變化服務 7月24日發布 全球平均表面氣溫 在21日剛剛創下的歷史紀錄 17.09攝氏度 第二天就被打破 22日全球平均表面氣溫 達到17.15攝氏度 刷新紀錄成為史上最熱一天 去年7月3日至6日 曾經連續4日打破全球日平均氣溫紀錄 今年竟然再次突破極席 法新社報導說 已經有很多科學家指出 2024年可能會超過2023年 成為有史以來最熱一年 而且至2023年6月以來 地球已經連續13個月 刷新全球月度平均氣溫紀錄 哥伯尼氣候變化服務負責人 曝翁坦波認為 這種情況非常令人震驚 他強調 現在的人正處於一個 在氣候上的未知領域 未來幾個月和幾年內 可能會看到新的高溫紀錄 不斷被打破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請教導 請教導 今晚會 更多